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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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下台灣疫情 有些人移民 曾經去台灣 現在還敢去嗎 我想移民去台灣 真是最奇怪 台灣的 生活水準 比香港低很多 未有疫情 如果去台灣 除了台北市 某一區 不是整個台北市 台北市一區 一區大約占了這麼大 這區你覺得是比較繁華 比較摩登 其他一些很落後 落後到怎樣呢 你可以看到一些 一個舖位 一個舖位做生意 不是在裡面裝修 而是 他會在門口放個車仔 煮麵 做到餐 這些我都沒見過 很少的 不是在舖位做 比如說雲吞麵 你就會在舖位裝修 但不是 他就放個東西 裡面的舖位是刺的 可以浪費 對 浪費 還有那個收入 真的很低 你馬早餐 大學生畢業是 兩萬多台幣 台幣 台幣 不是港幣 根本不適合我們 我們社會的節奏很慢 覺得 不過人各有志 你去旅遊 去農場 去阿里山 那些好玩 自己幾天 肯定 但你的長住 又要 找食 你移到去哪裏都好 即是說 最後是否找得回香港工作 我們也是 有時候累 都是 幾朋友 或幾乎同事 去到台灣短程旅遊 去到台灣短程旅遊 去喝飲飲飲飲飲飲 台灣的東西 尤其是日本的東西 都是很低的 沿山飯店 沿山 沿山很舊的 沿山 原來他們去很多壽司店 他們都很好 夜市就不要去 因為他們始終很多做法去很多人做事 油 起雲劑 去觀光就無所謂 有個兒子移民 移民就做一些WhatsApp 還有一些相片給他們看 我現在又買了房子 有車 又這樣又這樣 他們就說我移民很開心 我說了一句口癢 我說了一句口癢 我問你找到工作做未 沒商出 他們說在找 他們移民了一年 一年未找到 他們開始有些問題 他們都說現在在擔心 因為他們去的時候比較容易一點 現在越來越多 越多人在香港欠同類的位置 他們以前打算不做那些位置 現在有人用低價 低一點都肯做 不過現在再做呢 我不敢跟他們說 我30年前回來 有些人移民去 我慢慢運工 30年都沒做過工 30年了 如果30年都沒有打過工 沒有打過工 那吃什麼呢 什麼都沒有 現在生活水準越來越降低 以前在香港積累下來的財富 是的 所以你說去到哪裏 買房子 買車 又說可以在各個國家旅遊 享受生活 你的錢呢 全部都是香港運的 其實香港給他的 就不是移民的國家給他 不是移民的國家 所以我認為 例如大家移民 你覺得香港沒有什麼發展的 如果那些金融業更加不用移民 我讀農林業的 我都沒有什麼機會 我唯有移民 或者我是讀生物法學的 那就沒辦法了 不移民都不行 這個真的是專業 我中學同學真的讀 他都說不知道他傻傻 在英國留學讀大學的時候讀了石油 本科讀了石油 反正香港沒有工作 後來他就移民到新加坡 新加坡就有石油加工 他就在那裏做十幾年 我當時有些朋友讀飛機維修 飛機維修在香港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大市場 都去了其他地方 可能廈門也有多些 廈門有很多飛機維修清潔 以前是新加坡多的 現在香港飛機去廈門做清潔 是呀 即是便宜一點 你以為捉駕飛機要多少人去捉 真的很厲害 而且他們是很專業的 很專業的 而且做的就是很年輕的 二十多歲 你一來到就好像 身體離座 所以本身工作崗位 香港都競爭很大 亦都很容易被人替代 被其他周邊全球化 周邊很多人都替代了我們 尤其是工程師 設計程式人員 很多都印度 即是上網就幫你做完 電片都不是香港的 電片都外負之慘 電片 我們不支持電片 你當然要捉他 你不是打電話你那個人 電片不是他 那個人是不知道菲律賓 紅東拉斯 紅東拉斯 你真是好事 電片都不行 CocoCoco都不是他們 CocoCoco 現在去廣州很久 銀行Coco 大銀行都去廣州 全部都不是他們 所以大家在這裏 如果香港 香港亦還有很多行業 相傳到的 香港是一個交流點 金融 你不要有人說 香港沒有工廠 你不要看香港有工廠 香港有工廠養不了很多人 工廠是很艱難的 因為我們香港的法例越來越嚴苛 現在你連強積金都說取消對沖 大工廠好像很著數 但其實 僱主民就是打了本 你份量少了 現在越來越 就算你借錢銀行 借錢也是 銀行越來越值得少 所以大家就 在香港生存也是困難 但很多事情都被人代替 但如果你在香港 當然可以生活到 又是唯一解決 政府又要解決 住的問題 最重要是有家屋住 所以居屋剛剛出過價表 都很帥 100萬就已經夠 本領的貴一點 林鄭夠膽去做事 還有房委會的工廠大廈 收回三個工廠大廈 就蓋了樓 還有一件事 如果工廠大廈蓋不到 沒所謂 例如活化 做一些飲食物 如果在外國都很流行 那些工廠裡面 有家餐廳 沒有雷工那麼大 真的 沒有書 做薄餐廳 整個工廠很大 即是活化資源 死固埠一板 那